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感觉这天出柜应该是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才会给你出柜 那我要来感受一下 我很想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种亲情 那这一次是每一位家长都在讲自己的经历 每一位孩子都在讲自己出柜成功的经历和不成功的经历 那么以前的话很多家长一讲起来就哭 那么说的很悲凉很淒淒惨惨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设计议题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把那些接受家长比较好的 家长接受的比较好的呢放在前面来讲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没有听到太多的家长在那里哭的故事 这两天时间只是我们的开始 我们期待着明年 还有第五次演唱会 我们期待着各位来支持亲友会的工作 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妈妈们 能够来光临和支持我们亲友会的工作 以及各位朋友的光临 再一次感谢各位 能做多少做多少尽你所能 尽量的在当地慢慢的团结 发现带动一些当地的同志父母 帮助当地的出贵同志 能够得到家庭的接纳 也是变态的 这是真实的 也是奇怪的 这是另一种方法 我们想开发 我们尊重它 管理顺